字幕君 哈喽大家好啊 看著我像簽車就知道 今天是要出門了 今天要幹嘛呢 我要去幫我的這台Propel 換個東西 要換什麼呢? 等一下到車店就知道啦 走 沒有戴手套 手有點痛啊 我前幾天才因為沒有戴手套抽車 一直抽 抽到我的手掌都發 都掌水泡 前面是紅燈 好 待會我們就會看到一蘭拉麵啦 這也是 每次去腳踏車店的必經之路 一蘭拉麵 幾十都已經到夏天了 現在是早上喔 下午一點了 你看一蘭拉麵 外面滿滿的都是 夜衣 這間肉 有時候就沒辦法 在夜衣 天地 我還是… 在夜骨 這裡是仁愛路 這裡有 最長的野林大道 我們在郭富紀念館旁邊 我們快要到自行車店了 今天早上 去做健檢 一整個早上都沒吃東西 因為要抽血 連東西都不能亂喝 雖然我還是偷偷喝了一瓶 不能喝了一小杯麥茶 馬背自行車 不男人 幫你喝水 很開心 再喝水 A few moments later 一时了三个小时 总算是换好飞机把了 我还重新买了一条靶带 不买不行不然原本的靶带太短缠不上去了 先来说说为什么需要换飞机把 首先这台车是Propel Propel它是一款空力车款 空力车款那当然 他是讲究空气力学的车 那既然这是有机会可以弄到这个把 所以我就换了这个ZIP的空力把 这个原价很贵 我是真的是因缘巧合之下 因缘巧合之下拿到他的 真的是非常的幸运 非常感谢这位车友 可以把这个把卖给我 等一下实际上路 谢谢大家 哇真的是很杀 很像牛角的感觉 很像牛角的感觉 这个手感跟原本的驴把完全不一样 虽然驴把已经很轻了 不过这跟轻重无关 这完全是材质的问题 这是探线 探线本身有一种抑制震动的功能 所以我刚经过那些 石头路的时候 感觉特别的明确 毕竟我早上是骑驴把过去 然后回来的时候 我是骑探靶 看那边是101 我是骑探靶回来 整个睡阵的意志上面 是非常的完美 不会说特别的声音 就是一种QQ的感觉 你会觉得 你在经过这些石板路的时候 手几乎是没有任何震动 你只会微微的感受到一些小震动 它不会有那种大震动 会让你的那个车 可能跳起来的那种 那种感觉 手也不会痛 虽然我今天是因为 我这边已经 我这边是已经 里面的水泡破了 因为我今天没有戴手套 我抽车抽到掌水泡 回家 现在我已经从一片树林里面 这样穿越过来了 因为车头的地方减重的关系 整个弯道的指向性 也变得更 更直接 比较好操控 操控性也算是有点提升 那你要入弯的时候 就 撇一下车轮就过去了 你撇一下车轮就过去了 但是比较 非常的好转 很好过弯 很好过弯 对 好 好 等红绿灯啊 那边云已经有点灰灰的 快要下雨的感觉 不过这个驴把真的 这个探把真的很棒 这个探把真的很棒 非常的舒服 也真的实现我想要这样靠着骑的 超好 骑车啊 骑车啊 骑车的时候到了 这个把真的超舒服的 是 转发